男人和女友带着凯撒从树林里出来 凯撒看到一条狗身上也拴着绳子 狗狗对着凯撒一只狂吠 再也忍受不了的凯撒随即暴露野心 当男人解开凯撒身上的绳子时 凯撒却生起了闷气 男人察觉到了他的不开心上前安慰 他随即问男人 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宠物 男人肯定地回答他不是的 他是自己的孩子 就在这时凯撒又问到他从哪里来 面对凯撒的提问 男人把他带到自己公司的外面 告诉了凯撒他的身世 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凯撒的内心有了微妙的变化 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老头正被人欺负 突然从草丰里跳出一只星期 把男人按在地上就是卡卡一顿暴露 就在凯撒疯狂输出时 远处一辆急行的汽车 引起了凯撒的主导地的男人 趁机捡起地上铁盖 重重砸在凯撒的脑瓜上 男人起身就往屋里跑 谁知凯撒几个跳跃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晃自一脚就将他踹下护栏 然后猛地往下扑去 把男人死死地压在身下 直接拿起男人的手指就扛下去 直到主人的叫喊凯撒才停了下来 而凯撒之所以那么暴躁 他只想保护被欺负的老头 凯撒紧紧地依附在老头的身旁 活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围观的人群却对他避之不及 但是由于恶意伤人 凯撒被强制关进了动物馆之中心 威尔看到环境还行 并放心地将凯撒暂时留在了这里 然而威尔前脚刚走 凯撒就被管理员骗进笼子里关了起来 凯撒这时候才知道这里关押着几十个星星 管理员给星星们吃狗都不吃的食物 嫌弃的凯撒直接把食物甩到管理员脸上 还哈哈大笑了起来 而他的举动也彻底惹怒了男人 男人拿来水枪直接滋向了他 无法反抗的凯撒只能蜷缩在地板上 就在这时 地上的一块小石头吸引了他的注意 凯撒捡起石头开始在墙上画画 很快一扇窗户就被画好了出来 这时候的凯撒只想回家 很快凯撒就迎来了户外放风时刻 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的凯撒 直接向星星王抛出网球示好 谁知却被对方直接拍烂 凯撒见此不知所措 星星王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 直接一把将凯撒的衣服扯了下来 面对星星王的无限挑衅 凯撒又该如何应对